石劫美街市位於石劫美商場之內 早於1979年落成啟用 多年來商場都沒有翻新過 冷氣系統、防滑地板通通欠奉 這麼有歷史的街市 自然不少得舊式的店舖 例如這間有42年歷史的茶行 老闆林先生接手他叔叔的生意 繼續經營了24年 是店舖的第二代 我1979年落到香港 我在這裡生活了幾十年 三十幾至四十年左右 這些是一種一邊齊 一邊好像士多盤一樣 街坊大多數… 婆婆多數買這些散裝 散裝茶的比較便宜 最好的是 我這裡有幾個… 幾個紅家、炒家 買都是那些燕餅那些 那些挺好賣 另外上個月 今年已經賣出五十多餅 那些燕茶 林先生賣的茶葉廣受街坊歡迎 遠自沙田、全灣都有它的客 除了茶葉,這裡人氣最高的 還有他們 其實它在網上有個名字 它叫布甸 這裡人家有時候叫黃椒 有人叫肥仔 人家那些客人叫的 就是這樣 這隻女兒叫黑椒 她的性格很恐怖 現在經常叫黑椒 有時候走過,咬她這裡 有時候有個鬥打 開票 這人有性格 她又叫你 叫你兩、三聲 你不理睬她 你待會把手伸出來 很喜歡人家摸她 人家進來就招呼人家 咬人家 又餵食 有一間菜單 那個時候婆 那隻貓拿就生了四隻 兩黑兩黃 剩下這兩隻 又貼一張紙 看有沒有人收養 剛才我女兒走過那裡 不如拿過來鋪頭 初初拿這隻 她說還有一隻黑椒 她說還有一隻黑椒 她說沒有一個盤 這隻 然後我突然帶她 拿過來 就這隻 肥仔很疼她 初初來 她小小計了 她又跳得到這裡上 她跳不到 我師傅看到她 她用這隻 兩隻蠢蠟 劫她上去 劫她的妹妹上來 她有方法 對… 貓也有性格 被牠咬過 被牠打得暈倒 你說她幫街市 捉過幾隻老鼠 起碼有三、四十隻 管理員有幫黃招遠上 她就遠上了 厲害,今天又捉到一隻 好,那些石橋 我聽到她這樣說 對外面那個魚檔 旁邊那個集火店 旁邊的集火店 那隻不行,捉不到 就是管三家 如果有這隻在這裡 幾根都沒有老鼠 如果你說要休息 一定要跟牠說 休見到日 有一些時候 沒有跟牠說 牠回家打破我的壺 以後我就跟牠說 那些茶壺 好像這些 以後跟牠說 牠去旅行 五天就說五天 今天一定要回來 沒有打人走 真的沒有 有一個送花生 那個對面可以送 送花生 他說 你這隻給我 給你十包花生 現在包花生 就成千元 你這隻這麼大隻 可以嗎 牠不會跟牠 牠不會跟牠 牠這個 有時候貓在那裡 牠就好像… 牠會擺姿勢 一手伸出來 這樣 有人放了上網 不過很多 牠被人拍了很多 有兩個女生 至少找到很久 不願離開 不願離開 整個欣州 整個零兩個小時 都在那裡 那天才來 哈哈